民主从来就不是凭空得来的 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透过对抗独裁者的过程 所遗留下来的 这系列在讲台湾民主史的发展 上集我们说到了 蒋中正是如何在被打到台湾以后 重新站稳脚跟 维持住他在台湾的权力、地位 还有站在蒋哥对立面的自由中国 又是怎么形成的 这次就来讲 原本相安无事 偶尔打打嘴炮的两方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决裂的呢 甚至是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问题 前情提要 1950年代前期 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一直有一个阻挡梦 1950年1月 自由中国就刊出了蒋亭府所拟的 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 胡适跟辅哥曾经在前一年 大陆沦陷以后 共同发表这份纲要 要把反对一党专政 明确的列入中止 尽管如此啊 前面几年的自由中国 都没有讨论反对党的问题 不过也显示了 党外人士已经在酝酿 组成反对党了 只不过时机还没有成熟 直到自由中国杂志晚期 和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剧烈冲突 反对党的问题 才又成为杂志的主要焦点 1957年 因为当年县市长选举 军公教自然人员违法助选 选务机构违法 选务监察人员不公 用政府公款 帮国民党候选人助选 种种的舞弊情况不断发生 于是就促成了二战以后 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 第一次本省政治精英 跟外省知识分子大规模集结 到台北的新蓬莱餐厅 举办会议 会议结束以后 决议成立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 研究会成员有很多政治精英 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 像是我们秀特有提到的 郭雨昕 郭国基 这些本省派的代表 都是后来省议会的重要健将 外省派的代表有 这次集会在战后台湾民主史上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只不过很可惜的 这股战后初期凝聚的反对力量 最后还是以失败收场 至于双方正式决裂 是从老蒋决定连任开始 接着是一个重点年份 1958年 因为这是这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和国民党正式决裂的时间点 至于为什么呢 因为蒋哥他决定连任第三届总统 就像隔壁棚好像也有人 要当第三届国家主席了一样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 连任就只能连任一次 如果蒋哥还想要继续在这个位置上 好完成反攻大陆的愿望 可能就要进行修宪了 不过蒋哥认为 宪法是反共复国的有力武器 所以必须要尊重它 而且维护它 才能达到反共复国的目的 如果透过修宪的方式 就失去了正当性 也就没有理由说要反攻大陆了 当时社会各界对于 要不要修宪这件事情 居然完全没有批评的声音哦 甚至还出现了不少 希望蒋哥能够继续连任的声音 不过可想而知啦 看看隔壁棚 皇城之内一片祥和的情况 应该多少可以略知一二 而在这个声音里面 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叫做曹熙胜 他在中央日报委婉地指出 他说啊 其实修改临时条款 并不算是修改宪法本身 也就是说 因为国共内战时期 在战争当中需要稳定的领导人 所以修改这种临时条款 是没问题的 完完全全不会有 抵触宪法的问题 不过啊 最后也顺利完成了这个修宪 咦 蒋哥不是说不能修宪吗 这些国大代表 怎么会都这么不听话呢 蒋介石虽然公开宣称 不能修改宪法 但却没有说过 不能连任啊 于是造成国大代表 以民意太过热烈的要求 请蒋哥他一定要连任的情况 这时的自由中国 终于忍不住心中的那把怒火 看出了一篇借骨奉金的爽文 曹丕怎样在群臣劝戒下称弟弟 这个炮火只能够说是非常强烈啊 直接攻击到领导者本身 内文用了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案例 分别是曹丕以及袁世凯 曹操侠天子一令诸侯 但他始终没有串汗 当然他有没有这么想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啦 不过啊到了曹丕继位以后 也说过称弟不可取 但群臣却拥护曹丕称弟 最后啊虽然费了很多功夫 但曹丕也顺理成章的成了魏文帝 袁世凯也是这样的哦 当时很多民间团体请愿 要求袁世凯称弟 但那时的民众其实根本分不清楚 皇上跟总统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不过袁世凯同样也说 诶这样不好吧 但当时很多人跳出来反对 抗议袁世凯变更国体 但拥护袁哥的鼠辈却一反常态 无视袁哥个人的想法 还极力怂恿袁哥 这和蒋哥面临的情境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雷同 但又好像有哪里怪怪的 之后自由中国更看出了一篇 宪法没有合法的途径了 里面写着 违宪毁宪以图把持权位 那是北洋军法所干的把戏 如果连这部宪法都可以丢掉不管 而继续连任下去的话 我们真不知道蒋总统凭什么能安于其位 这批评力道之强烈 也成功引起了社会的讨论 不过这两件事情下来 触碰到了蒋哥心中那条不能逾越的红线 最后蒋哥决定开始动作 前面提到政治精英们已经有酝酿想要阻挡了 不过自由中国刊出的这两篇文章以后 在戒严时期的国民党 为了控制社会而设立了警备总部 也成立了填语专案 填语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雷 跟雷政的雷不谋而合 填语专案定期追踪刊物的内容 撰写分析报告 一开始蒋哥还没下定决心要逮捕雷政 直到1960年 蒋哥认为再这样下去 也许会对他的政权产生危险 于是对雷政做了定调 以匪谍论处 匪谍是一个很好用的词汇啊 当时国民党用这个借口抓了很多异议分子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历史啊 而且还是指国民党 那我们继续 再加上当时三年一起的选举 县市长选举刚选完 那时的国民党你知道的 手脚还是很不干净 常常有坏坏的念头 像是著作票之类的 所以民主人士就又再次集结 尽管还有人抨击国民党舞弊 但讨论的主题 已经逐渐变成组织新的政党了 之后本省跟外省精英又多次举行 选举改进座谈会 讨论主党的事情 民主人士决定要用中国民主党为名 成立新的政党 胡适曾经劝过他们 你们不要组反对党啦 但是民主人士对媒体发表声明 他们要组织新政党的企图 是在使一党专政之局 永远决击于中国 不过这个党都还没成立 雷震就被抓了 这个主党的行动 终于让蒋哥决定采取行动 警备总部于是朝拟了起诉书 分成两个案子 两案都是以魏斐宣传的罪名起诉 自由中国的主党梦 最后也都像是泡沫 一碰就破 1960年9月1日 是自由中国最后一期 丁海光竹笔的社论 大江东流挡不住 深刻探讨国民党的心态 在这个小岛上 他们确实曾经收买了一些 没有思想 没有原则 唯利是图的人 他们正像是在大陆 掌握政权的时代一样 在台湾把有人格 有气节 有报复的人 很快的消磨殆尽了 然而啊 除此之外 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太多了 自古有以暴力得天下的 但从来绝对没有 以暴力统治天下于永久的 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 自由 民主 保障的这些要求 绝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 所能永久阻恶的 自由 民主 人权 一定会在大家的觉醒 和努力之中真正实现 三天后9月4日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以涉嫌叛乱罪 将雷震跟傅震等人逮捕 随后在军事法庭上 以为匪宣传 知匪不报 包庇匪谍 煽动叛乱等罪名 将雷震判处十年徒刑 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 立刻向时任行政院院长陈陈 发出电报表明 政府逮捕雷震是极为不治的举动 它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 包括国内外的舆论 一定会认为中华民国政府 畏惧而去阻止反对党的形成 不利于民主发展 雷震被捕 自由中国也随之停堪 中华民国政府将会背上 摧残言论自由的恶民 其实就算是在那个年代 西方人士的眼中 批评政府跟成立反对党 绝对都跟叛乱罪 是话不上关系的 不过啊 蒋哥似乎不领情 同年的10月8日 更明确只是雷震的 刑期不得少于10年 复判不能更改初审判决 当时的监察委员 陶公陶百川也说出 他也知道 蒋哥就是要制裁雷震 而且这个决心就像是铁一样 而非他这个监察院能够挽回的 用此来表示监察权的不张 在我们享受自由民主社会的同时 应该感念前人披荆斩棘的结果 不论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又或者是民众党执政 不过这有可能吗 就像是英国的历史学家 艾克顿爵士所说的 权力死而孵化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孵化 只有言论自由才能把政治压迫 放在阳光底下 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如此 自由中国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成立一个反对党 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自由民主 保障人权的未来 这样的中心思想 终将觉醒且发酵 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 过去跟我们站在一起 面对恶龙的那群人 如今是不是也因为坐拥权力 所以变成了恶龙了呢 那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们呢 好了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边了 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也欢迎你按赞订阅 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加入会员 或是按下超级感谢啊 帮助我们继续前进 让更多人知道民主的小故事吧 一起成为一个Batman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